二零二二年總統府發言人 Kulas反向拼縣長 但周刊報料Kulas不只拼選舉 還和戒掉當隨後的理性 遠景 普出 不淪戀 真的是走到哪 陪到哪 車掃行程 還能看到里南 親密護著Kulas Kulas的落選 還同在花蓮共租民宿 朱艾巢 只是婚外情 終究被發現 禮七搜證對話記錄 提告求償百萬 根據訴狀中揭露的對話 兩人計畫生孩 小明就叫Lucy 期間做人失敗 里南還說會繼續努力 因為只想要Kulas有Lucy 令里南還幫Kulas取了 聖母峰這代號 Kulas還說裝備不夠 則無法攻頂 不過雙方接連否認 有親密行為 Kulas也強調不知 對方婚姻狀況 男方則說 因夫妻感情不睦 確實沒讓Kulas知道 但李妻痛疲 兩人說謊 里南的太太說 Gulas早知道 里南是有婚姻的人 但他仍不顧倫理道德 毫無愧疚感 還要里南趕快處理掉 這段婚姻 李妻更喊話總統 至Gulas誠不知道 里南婚姻狀況 還說他們沒有親密行為 怎能縱容他這樣混淆視聽 要總統副總統主持公道 畢竟撇除腐發身份 Gulas也算是賴清德愛講 一路從行政院跟到總統府 自己人出包且以請辭獲准 賴清德自然沒啥好說 倒是PTT上有網友討論 王碧省柯建民那種養小三 有小孩的可以升官 當善母峰的小三卻要離職 反問民進黨的良性平權標準 在哪裡似乎在暗示又是場派系鬥 賴清德的總統路很顛簸